鑽石公主號週四清晨獲准在橫濱港短暫拍案 除了補給船上物資 防疫人員也將最新確診武漢肺炎的10個病人 送去神內村縣的醫院治理 口生勞動省說當中包括4個日本人和1個台灣人 其餘來自美國、加拿大和新西蘭 年齡介乎50至70歲 連同週三確診的乘客和船員 船上最少20人染病 上月一個本港80歲男人 由日本坐鑽石公主號回港後確診武漢肺炎 日本當局後宣布 船上3,000多個乘客和船員要隔離14天 並為當中270多個有發燒和咳嗽症狀的人 和他們密切接觸者抽取樣本化炎 據知船上有1,000多個日本人 亦有400多個香港居民 東網記者 隨其輝不道